一个 两个 三个小朋友 四个 五个 六个小朋友 七个 八个 可爱小朋友 一起上来上完学球 男人名叫大壮 这天下班去往女友家做功课 他发现女友家的灯末名开着 这让他以为女友在家等待已久 于是迫不及待来到房间 当他进屋以后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可又说不出来的感觉 同时房间中还坐着一个女人 看装束应该是他女友没错 然而就在他宽衣解带之时 口袋里的电话突然响了 他默默唧唧接起电话 诡异的是电话正是他女友打来了 女友告诉他现在才下班 一会儿就到家了 那眼前的女人是谁 顿时让他感觉毛骨悚然 与此同时 房间的灯瞬间熄灭 眼前的女人也跟着消失不见 这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奈何还是强忍内心的恐惧来到房间查看 房间空无一物 没有任何人的身影 就在此刻诡异的事情发生 只见一个人头缓缓向他逼近 而大壮的表情包也被吓了出来 不久后 他的女友回到家中 看着眼前的鞋子知道大壮已经来了 当他来到房间打开灯 直接被眼前一幕吓得久久不能回神 大壮离奇地在他家中自尽 哪知此时他看到了更为诡异一幕 只见大壮的头上被无数头发缠绕 原来他是被一大把头发掉在半空 这些头发牢牢粘在天花板上 然而就在他惊恐之时 眼前莫名出现一个小孩 不停拍打着面前的大壮 好像在玩耍一般 哪知还没等他回过神 身后再次出现一个人头 然后用头发死死缠住他的脖子 一点一点向上拽去 任凭他怎么挣扎都已经无济于事 最终和大壮一起在空中飞舞 那我帮你走开 我帮你走开